現在就是Sakura新開的規則 來到台南三上的水道報部館 頂水地的航空也能看到現場的營灰 都已經新開了 今年蘇聯和開火總統都是相當不錯的 欠到相當多的來行的民眾 正來去上流連 只做在地上海比慶 現在又來到了營灰新開時 在台南三上海的行水道報部館頂水地的航空 也有到相當多的營灰這麼在開火 有到合金鷹、富士鷹和八重鷹 頂頂的拼勁 萬一開火時間分別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對現在到四月份都會是相當好時期 我們在這裡從2016年開始 文化局在這個地區就種植了 超過了500棵的櫻花 那目前呢正值櫻花開放的季節 在這個地方我們總共栽種了三種 分別是合金鷹、富士鷹、還有八重鷹 那我身後這一片開得非常茂盛的 就是合金鷹 它是開得最早的 從現在開始呢預計還可以有一個月的花期 那另外順著我們階梯往上面的是八重鷹 另外在大草原旁邊 還有種了大概三、四十顆的富士鷹 預計富士鷹的花期會更晚一點 所以換句話說從現在開始 一直到四月份 就可以看到盛開的櫻花 另外因為現在還可以從橋上看到很多 還沒開花、花綠 所以關風也有夠 如果接下來還要遇到一部雲 將會還有很多新的櫻花 讓大家用來盛開 櫻花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花包其實不太容易看得出來 所以很多人來這邊看了 會覺得說 那是不是都死光了 其實沒有 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個是已經盛開的 旁邊有比較小的花包 像這一些看似是枝幹的 其實都是它的花包 一般來講 天氣寒冷之後 如果再轉熱 那櫻花就會盛開 所以對我們來講 櫻花的盛開期 可能在這一波寒冷之後 我們還會再迎來一批大的一個盛開期 水就不管了燈水在香區 古里市區台有只有二十分鐘的車廳 鄉中下和作為一個 創作專家大秀 作回來散步相會 跟非常流量的好處 不知道 不僅是不用到日本的景點 人客人 竟是可以充滿到純亂回規的美景 接下來再加上三上哭彩 逢不得